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安迪 今天我们来看一点品如的衣橱 这个充满了玄机的存在 2011年,品如的衣服在这部超高收视率的剧集中 因为一句台词毫不意外的走红 你怎么穿上品如的衣服啊 意外的是稀看品如的衣橱才发现 好多熟悉的身影 什么叫时髦诺潮儿 大肠圈锁骨链就不用说了 到了高山山时期这个单品 品如等在高文宴楼下打算给他送出惊喜 不料就碰到红视线 台语有些吃惊的他脖肩的链条饰品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品如复仇归来前 他脖肩的饰品大多是小巧精致的缩骨链 带到万事俱备后 则被各式独特的链条、珍珠等制品替代 近几年包括古巴链在内的巨型链条 一直是秀场上的脖肩装饰常客 基凡西、BV、Jacques Mousse Offright等等的秀场都出现过 基本的搭配方式都是一身单色或同色系的单品 不论是偏正式还是偏休闲的风格 配上他都会平天几分气势 在剧中 品如出现也是用他搭配一身小黑裙 LBD Little Black Dress 拥有干净剪剪线条的小黑裙 在时尚和电影史上皆可算是浓墨中才的一笔 像奈尔设计 奥大利贺本时期风靡 随后在不同设计师的手下展现百种变化 都说潮流趋势如浪潮顺其万变 但小黑裙一定是大浪逃杀下 经得起考验的难快进食之一 化身复仇女王的品如 自如地应对艾莉的挑衅 红世贤的推文 杰领衬衫 亮片裙装 这两件单品并不是多么罕见 尤其是杰领衬衫 几乎在每个品牌的系列中 都可以找到它的存在 但很巧合的是 这次Seline的2022春夏秀场中 两者都出现过 在之前Seline那一期时就有人说 看艾莉秀场的一个感受 就是原来还可以这么搭 艾莉本人的搭配功底无庸置疑 经常会有人戏称 比起设计师 他更像是一名stylist 在剧中呢 品如的搭配都是单层丝衬衫加半裙 还少有套穿叠穿 如果相对偏织性正式的风格 生活中的你更青睐 宽松的牛仔裤加深的法式 休闲精致风 那看了Seline的秀场 或许可以更新 你对这两种单品的常规搭配印象 品如归来前 它的上身外搭 基本都是温柔贴肤的真纸衫 归来后基础款西装 则承包了它的衣橱 同时仅就上妆而言 无论是利用平常的肩垫 装饰性的毛钉 还是龙袖等细节 品如的肩部不算夸张 但相比之前是比较有存在感的 相信也是为了更有一些强势的感觉 总身散发的信号就是 我就是我 谁都不要有我 肩部一直是设计领域的战场之一 加宽 加高 变形 个时形态也皆成为Mugler Gaporelli等品牌手下 拿捏个性化的存在 而Power Street的发展历程 也让这件单品自带一份力量感 就如本篇的介绍 称赞为独立坚强都市女性的蜕变历程 当然这并不是在说为了看起来强大 所以要穿西装 只是说这是戏剧刻画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即便后期品如 只是穿着柔滑的单衣 也不会看起来如从前那般好期服 因为她行为风度已经截然不同 这是有内向外的 戏内 品如的衣橱是在默默见证她的成长 而戏外 她的衣橱在印证的流行趋势总会轮回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流行趋势 是能够完美适配一个人的 从古芭脸到衬衫再到亮片去 即便是秀场装扮也是风格格意 更活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所以下次再遇到很中一的流行元素 留给自己五秒钟的时间 你不需要太多 只要适合自己的就好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秀场时装 走入戏剧服饰系列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我 赞歌行响 我们下期见